大家好,我是成都唐唐 大家好,我是唐唐的朋友 你把他所扑扑通话里 今天我们来民宿了 因为前段时间疫情就没有来 这段时间疫情好了 我们成都就没有新增了 所以今天也就过来了 然后刚刚晚上 朱朱有个朋友在问他一个问题 有一个男性朋友问我说 现在的女孩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然后他回答他 把他们就打电话就能说 然后说完之后 我们俩又在床上聊天 在谈这个问题 聊到一半 我心想 不对不对 我们还是起来把这个 作为一个视频给录下来吧 就是我们谈论的这些内容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福利 给到广大的 单身男性朋友 你们可以看一看 自己到底符合这些标准 如果说 有则 叫什么 有则 加勉 无则 不对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好笑的是问题 不对透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 对方的性格 我们不要自己说 自己说的话 可能会不准 我来描述一下 猪猪的性格 猪猪来描述一下我的性格 我觉得 他是一个就是 第一就是非常的温柔 很善良 很有爱心 然后呢 很懂事 就是对长辈呀 然后对身边人呀 都非常的有礼貌 有教养的那种 热爱运动 他特别喜欢去什么 跑马拉松呀 爬山呀 徒步呀那些 在他的带领下 我都慢慢开始 就是运动起来的那种 还有就是 非常有自己的精神 小世界 很有思想 然后你说我 先锁号给我 好唱时间 给你十秒钟时间 十秒钟 十秒钟 那我好好说啊 就是两个概括性 很高的词语 给到他们 一个就是正能量 就是他的 无论说是在行动上 还是他的思想上 真的是能够感染他身边 包括说 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 就是无论 我有多糟糕 但是呢 跟他聊聊天 我都真的是能够 从他跟我讲的一些东西里面 去获取非常多的 真的 就是第二个 就是非常的独立 这个独立 首先就是在行动上的独立 第二个呢 他不依赖任何人 非常的 就是在想法上 就有想法 这一个在他身上 就是想法也很独立 精神也很独立 就是诈说嘛 谢谢这个鞋是喵的 就是让我觉得 是一个很美好的女生 就是美好的一个词 可以用在他身上 那就这样子吧 那就我们大概 就是这样子的类型哈 然后我们现在 要开始聊一聊 我们心目中的 就是见第一面 觉得有好感的男生 和我们觉得 日后的另一半的 一个理想的 一个标准是什么哈 不见一下就是 猪猪他是属于 比较温柔 比较懂事的那种 我是属于比较独立 比较有个性的那种 第一点就是 要干净 清爽 穿着 说的就是不能邋遢 第二点就是 不能杂弯 太滑 太多不行 滑 第一面第一印象 真的是要表现出 自己的成熟稳重 差不多就是 就这两点啊 这么简单啊 那我觉得像我这种的话 我比较低一点 真的 第一点非常重要 在我这里哈 第一点就是尊重女性 因为我 我会遇到很多 就是有些 比如说有些男孩子 他对我有好感 但是我对他没有好感 但是我们 第一次出去吃饭呀 或者说怎么样 他会 就是在跟你在肢体上 有那么稍微 亲密一点的接触 会很反感 我觉得他没有体一些 所以 所以我就 一直是把这一点 放在第一位的 就是他一定要非常绅士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外向一点的 我喜欢画 稍微 就是可以聊聊 太闷的那种 我都尴尬 所以男孩子记住了 如果说他是一个稍微 就是很有思想 比较独立的人 你千万千万对他 要保持尊重 再尊重 好了哈 像什么 上进心 责任心 孝顺这些基本的 就是人品道德方面的东西 我们就不说了 毕竟一个人想成功 这些东西是必须具备的 那我们就说一些具体化的 现实一点都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他可以有他的世界 然后呢我也可以有我的世界 然后呢我们可以手牵手一起去看 太大的世界 对 就是共同成长 然后呢 成长很重要 然后呢 那物质方面呢 这的话在我这儿 我觉得就是他可以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真的是可以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 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呢 他们的共同为这个什么 票子 车子 房子 共同努力 你们千万不要喷 到这里肯定会很多人说 哎呦哪有不 就是不物质的女人 绝对有 他是的说 他绝对是这样的人 嗯 他真的是可以不要 他什么都不要 谁要你来 哈哈 再见相亲 我的话我觉得 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一个人的内心精神很匮乏的话 就怎么说 就就就就在一起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义的感觉一样 就是没有办法进步 一个人的进步 觉得是从思考方面开始的 就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 并且他的精神世界 能和我的精神世界 达到一个契合 对 就是他能够理解我 我也能够理解他 然后我们能够互相的成长成就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那一条情绪很稳定 我我我我 我比较看重一个人的状态 那个叫什么 有句话叫 你的状态就是你的风水 如果说一个人整天很丧 负能量 他带给身边的人 都是那种就是不好的气场 人觉得是有自己负能量的时候 很很不开心 很痛苦 很难受的时候 但是他会懂得自我调节 他有这个能力去调节 吸引力法则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你身边的吸引来的东西 就是什么样的 还有就是种子 种子法则也是 你种下了什么因 就会结什么的果 我说一句话 我说一句话是 默契少年穷 像我们现在这个 二十多岁的年纪 谁能说一下子 能够买得起很好的房子 很好的车子 都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 我主要看他的这个人 有没有能力 复制方面的话 因为我始终相信 有能力的人 什么都会有的 只是时间问题 对吧 那这个时候绝对会 又会有很多 就是不友好的男性 会来酸了 说那你不会 那你去找穷鬼吗 可以呀 我找穷鬼 但是我至少也得找一个 有能力的穷鬼 对不对 有能力的人 他会把自己当穷鬼吗 不要老想着什么 女孩子现实物质 对吧 关键是看人 看人看自己 你的那种上进的力量 你积极向上 努力的那种状态 会很吸引女孩子的 好了 反正我们 碎碎念了这么久 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想法 绝对没有半点 两个手指的 绝对没有半点假的 绝对都真实想法 其实很多人说 现在这个社会物质 现在这个社会很现实 很表面 其实是的 但是呢 也不要放弃 因为你一定要相信 会遇到那个 能够看得见你 内在东西的 另一半 对 的伴侣 一定要相信 相信的力量 力量是很大的 相信爱情 对了 现在我要在线相亲 符合不知足条件的人 评论区报名 好吗